不惜嘉年華創新突破獎 黄岐山 周深 我觉得突破这两个字 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今天好像是我当歌手第十年 所以一开始 我第一次在大家面前唱歌的时候 大家第一反应会觉得 哇 她声音好奇特 但到后面更多就是 她只能唱一个风格的歌 所以演唱的机会也都非常少 舞台很少 突破这个东西一开始 它并不是我主动去选择的一个事情 而是希望可以给自己争取更多 可以去演唱的舞台 给自己争取更多演唱的机会 但是后面会开始慢慢喜欢这件事情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们 谢谢大家 今日 芒果TV12点 湖南卫视22点播出 生生不息嘉年华金曲盛典 首先要恭喜周深 两首歌获得生生不息嘉年华 微博网友爱合作金曲 分别是周深 宋亚轩 桃花诺 周深 谭维维听两首歌曲 歌情长浅全 廖浮生之远 采世界之音 传无声大爱 音乐的力量永不射线 今日 金曲盛典节目收官 周深和古剧机合唱《泪桥》 周深动人的演绎 与现场的舞台设计完美融合 交织的声线与灯光的交叉 又分离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酣畅淋漓的听觉与视觉盛宴 直到你也一样不善于流淡 想想 你的相爱 编织的 谎言邪淡 天内尽头 几夜落花 从此我的生命 变成了尘埃 寂寞的人 总是习惯寂寞的安稳 至少 我们之前 曾经交叉过 平凡的厨品银行 就像掌在烈日飘扬的桥上 烟梨狂奔低落在我的连旁 就像掌在烈日飘扬的桥上 相逢即是远 即使有一天要分离 至少我们留下过美好的回忆 《泪桥》是由五百演唱的一首 描述充满悲伤的爱情故事的歌曲 古鸡鸡与周深用歌声将我们带回到 那个烈日炎炎的午后 眼看站在大桥上的人擦肩而过 在那个瞬间 我们或许也分不清 泪如雨下是故事里分别的人 还是站在故事外旁观一切发生的自己 在周深的表演中 除了音乐实力之外 他还展现了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与人格魅力 想像夕日冬生存在无敌 每一天都要祝你快快乐哪 每个分钟都跑到你停停的 奇象的光源环绕着你 想像夕日冬生存在无敌 一个有担当的歌手 他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 不受外界干扰 始终保持着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那种坚持不懈的态度 不仅让他在音乐道路上不断成长 也为他赢得了无数歌迷的支持和喜爱 在节目中 周深还展现了出色的团队合作精神 他与其他歌手的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 为整个节目增添了不少亮点 尤其是与唐薇薇的合作 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让人印象深刻 不仅在音乐上相互启发 更在精神层面上互相激励 共同创造出了许多令人难忘的经典瞬间 与此同时 周深还是一个富有幽默感和风趣的艺人 他在节目中的幽默表现和机制回答 让观众频频爆笑 展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个人魅力 这种风趣幽默的形象 不仅为他赢得了更多的粉丝 因为他树立了良好的光众形象 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和榜样 总的来说 周深在《生生不息嘉年华》中 展现了非凡的音乐实力和个人魅力 他的表演不仅让观众们享受到了音乐的美妙 更让人感受到了他身上所赞发出的正能量和温暖 相信在未来的道路上 他会继续用自己的音乐感动更多的人 成为更加耀眼的音乐之星 不信过问你的心里 我的吻 念觉我的亏欠 代替你所爱的人 这个时候 我心落花一样飘落下来 顿时我的视线 顿时我的视线 失去了色彩 知道你夜里要 不善于表白 想想你的相爱 编织的谎言携带 天没尽头 天没尽头 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 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 寂寂寂寞 寂寞的人 寂寞的人 终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 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 就像站在夜日 夜日朝阳大桥上 眼泪狂动滴落在我的眼旁 直到你夜一样 不善于表白 想想你的相爱 编织的谎言携带 天没尽头 今夜落花一样飘落下来 从此我的生命变成了尘埃 寂寞的人 终是习惯寂寞的安稳至少 我们之前曾经交叉过